各位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看到这么多热爱哲学同学欢迎在一起,在时间乐视。 首先,我们欢迎王哲峰老师。 王老师是基旦大学学院副院长,哲学齐教授,我们的哲学王子。 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的到来。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。 我们学话不多说,现在就听大师的声音。 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华士大。 我多次到华士大做小小的掌座。 获得跟华士大的同学老师教育的机会。 我一直感觉到上海喜欢能不能学问的人, 一个要那么的不断要回到华士大。 主要在这两个学校。 这两个学校在文科的领域里面相依为命。 所以来到华士大有清晰感。 那么我的这个讲课的主要分合就是抽烟。 先让我点字烟。 今天我来讲这样一个话题。 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。 这个话题很大。 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, 这是一个根本重要的话题。 我有一点热闹。 要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当代复兴的古兆, 那最好是撤不上这种。 在今天中国, 当下, 中国的高校的校园里面, 勇动着各种市场。 在暗中勇动。 我在河南校园的体会就是, 有自由主义的市场。 有新保守主义的市场。 有民粹主义。 有新保守主义的。 有民粹主义的。 也有民主主义的。 也有主张国学的、 复兴的。 等等。 各种市场都将在那里勇动。 那么我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部分青年教师, 最近写了一篇大文章, 就是中国画到马克思主义。 就是以中国文化之精神, 来把马克思主义画过来。 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画, 这个表达是有区别的。 那么我也参加了费车片大文章的讨论。 我再次感受到, 我们中华民族, 今天的中华民族, 正处在一个更大规模的, 思想运动的前列。 在这个思想运动的前列中, 我也发表一点我个人的声音。 正如我的标题已经表明的, 我的技不赔。 就是我要强调的是, 那些基本想法, 不怕跟鲁迅先生是不一致的。 鲁迅先生当年说过那样的话, 他说, 我主张中国的青年人少读, 或者根本不读中国的书。 还记得这样的话。 我对鲁迅先生当时说这样的话, 我觉得我并没有反感。 因为当时中国, 处在一个西方文化, 常识文化的攻击之下, 中国人无法自首。 首先在, 不是在船尖炮力上面会不会的, 也不是在, 忽然发现是制度不会的。 最后发现是什么? 中国文化似乎是一个, 这个, 落后的文化。 我们拿西方文化做标准来, 衡量我们自己。 这样呢, 我们就要把不同的民族的文化, 它放在同一个价值的石头上排列。 然后我们的位置, 想法在西方文化前面的一个, 相对落后的阶段。 所以, 中国文化的下一步发展, 就是西化。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的环境下, 如群先生说那样的话, 是可以理解的。 但是, 我们走到今天了。 中国的西化的西方化的历程, 已经有一个半世纪多了。 西方文化全面的进入中国。 从哲学, 宗教, 一直到科学, 一群。 对中国人的精神, 有极大的影响。 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制度, 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三十年, 改革开放的旧三十年。 中国社会的变化, 这个大变局, 在历史上只有先行的时候, 可以降临了。 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。 在这种社会变动当中, 突然的市场经济全面展开。 资本的逻辑, 比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人越全面渗透。 甚至大学。 大学的产业化, 就是让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服从资本的需要, 资本的逻辑。 我们想要阻止大学的产业化, 但是这种奴隶受效甚微。 那么, 这表明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 幸免跟资本的逻辑。 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运动, 还方性未来, 大边大边的土地要被纳到资本的运动中去,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。 那么在这一切面前, 我们还能说中国文化吗? 这样的问题就自然的来了。 似乎, 中国文化已经没有长生之所。 西方的思想, 西方的观念, 全面地进入中国社会生活。 在这位在座的人的头脑里面, 有许许多多西方的观念,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 今天在座的, 恐怕, 80后, 90后居多。 80后, 90后的成长的社会环境, 跟我们50后, 60后的成长的时代环境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在这样一种, 改革开放30年代就变成了。